下面我们先去准备一个处理上传文件请求的一个后端服务接口 宁豪网有个专门课程介绍了Node应用的一个上传文件的方法 这个视频我们再去准备一个可以上传文件的后端服务接口 你可以不用跟着做 我会把这个代码呢 push到宁豪Sandbox这个仓库里面 到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 先给项目安装两个包 Motor还有Locate.js 再回到项目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可以放在src这个目标下面 名字是upload.js 这里我们可以先导入Motor 再去创建一个文件的过滤器 名字可以是filefilter 这里面设置了允许上传的文件的类型 下面再创建一个upload 里面设置了上传的文件保存的位置 就是这个upload目录 下面再导出这个upload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个文件 可以放在src的下面 名字是db.js 里面配置一下数据库 先导入Locate 然后再添加一个load collection这个函数 它可以去给我们创建 或者是获取到指定的数据库里面的集合 下面再创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的文件可以保存在upload目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upload.json 然后再导出这个load collection 还有db 再打开index.js 可以导入刚才创建的db 把里面的load collection 还有db提取出来 然后再导入upload 把这个upload也提取出来 下面可以去创建一个上传文件用的借口 用一下router的route 地址可以是斜线upload 用一下post的这个方法 里面用一下upload的array 去处理多个文件的上传 上传的元素的名字可以叫做upload 数量最多可以是9个文件 后面是一个async函数 里面先得到了数据库里面的指定的集合 就是这个upload这个collection 这里用了集合的insert 去把上传的文件相关的信息存储在了数据库里面 db save database 保存了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最后再response一个结果 现在这个可以上传文件的接口就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去测试一下 找一个rest的客户端 比如说insomnia 配置一个请求 方法是post 请求的地址是localhost m号8080 写线api写线upload 再给它添加一个主体 类型是multipartform 里面要添加一个元素 这个名字应该是uploads 类型是file 再选择一个文件 然后发送一下这个请求 这里面会响应返回保存到数据库时候的这个结果 再回到我们的项目去看一下 在项目的uploads目录的下面 会包含刚才我们通过rest的客户端上传过来的这个图像文件 uploads.json是我们应用的这个数据库文件 下面我们再去做一次提交 再push到远程 gitpush originmaster 完成以后再打开github这个网站 找到您号sandbox这个仓库 可以看一下项目的commit 这里你会找到刚才我做的这次提交 在这里你可以查看这次提交都修改了哪些地方 就是这次提交的 这次提交的 这次提交的 是不可供的 发行的 我们的手提交的 我们的手提交的 我坚持一下 我看的 一定有点 我看的 我看的 我们的手提交的 我看的